台东市郊的资本湿地旁空地昨天下午传出了火警 猛烈的火势远在数公里外都可以清楚地看见 火势一路延烧了八个小时 一直到今天凌晨一点才扑灭 烧毁面积超过了六公顷 初步研判是天干物造加上风势助长 让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但由于起火点是野鸟生态七地 昨天上午荒野保护协会才调查完鸟类的数量 下午就起火 认为案情不单纯 不排除可能是有人为纵火 熊熊烈火燃红夜空浓烟直窜天际 猛烈火势就发生在台东郊区的资本湿地 26号傍晚5点左右 湿地旁的空地杂草突然起火燃烧 火势瞬间蔓延陷入一片火海 火光漫天从远处好几公里外都能清楚看见 这场大火直到清晨才扑灭烧了八个小时 烟烧面积超过六公顷 上一次是大概是在两年前左右 年底啦要不然就像现在啦 没有下雨啦 一旦发生了一次多燃烧就大概就十公 超过十公顷以上 可能也是要请幸福这边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虽然没有烧到湿地 但遭到波及的这个区域是保育类环景志 黄梨还有化眉鸟等野生鸟类的七地 生态相当丰富 其中环景志还被农委会的鸟类红皮疏列为极为鸟种 虽然初步研判是天干物造加上风势助长引发大火 但荒野保护协会认为案情并不单纯 它那个是烧然后会烧得很严重的一个恶性循环 那资本湿地的这个火烧频度实在是太高了 所以这个是匪夷所思跟看起来是人为众活的可能性非常高 所以我想这个是涉及到就是管理不当的问题 湿地遭职一管理不当 上午才刚调查完鸟类数量 下午就湿火 时机实在太过敏感 资本湿地生态丰富 如今周边树林野火燎原 对环境恐怕造成不小的冲击 既然刘令山台东报导